有話直說一分鐘 全國兩會於3月4日及5日於北京召開 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政協委員 已先後抵達北京準備參會 全國兩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亦是香港了解國家大政方針 向中央傳達香港社會民意的重要機會 香港與內地剛剛恢復通關 尚有很多需要與內地重新接軌的方面 今次兩會將會讓香港各界代表 與內地各省市代表零距離接觸 為香港融入大灣區 參與十四五規劃帶來更多的機遇 今年的兩會對於香港的意義與往年不同 今年是第六屆特區政府上任後 香港政商界代表首次出席全國兩會 亦是疫情結束 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後 港區人大代表以及港區政協委員 首次亮相國家級別會議 因此今次兩會代表與委員們有三項重任 第一 參與者應該向與會的其他各省市代表 積極展現香港復償後的社會現狀和風貌 譬如講解疫苗通行證、強檢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已經適數取消 香港即將舉辦多項國際成會 同時 香港推出派送免費機票等活動吸引遊客 相信這些都對內地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第二 參會者應該就此前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幾項新發展方向 譬如金融科技、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等 積極貿球與內地的深入合作 第三 參會者應該通過今次會議深入了解中央目前的大政方針 除了十四五規劃、越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等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政策 也應該打開視野了解其他政策 並從中尋找屬於香港的機遇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在2月3日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提出 希望各位委員認真離職進責、積極參政議政、廣泛認罪共識 在新時代新精情上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 為此 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政協委員必須抱著虛心學習、積極參與 真誠溝通的心態完成一次高質量參會 為香港與內地的深層次共融創造更多的機遇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